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的生活调查团为你揭开迷底 在调查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本期的有长问答问题 味精不适宜添加到以下哪种菜里面 A 酸胜菜 B 简胜菜 C 两者都不适合 答案是什么 继续看我们的调查便知道了 家里面早餐会用味精吗 用吗 最近好味精 现在很少用吗 这个味道 我们很少吃味精 我会用 那安全吗 常吃好不好 应该不好 吃一点 就是味道好一点 应该觉得好像是不太安全 我觉得吃了不好吧 有没有听说过常用味精 对身体不好 听过 听说就是 拖头发 什么都 与这个多吃味精 好像有关系 吃味精吃了肺 肾脏代谢什么不好 因为它是化学品 看来大部分街坊认为 味精不是一种安全的食品添加剂 主要是源于他们认为 味精是化学合成品 但是味精是否真的化学合成的呢 它的成分来源到底是什么呢 常说的味精就是一种 古胺酸辣 那么古胺酸辣呢 实际上在任何的 动物性食品里面都存在了一个东西 我们叫做古胺酸 那么古胺酸是氨基酸的其中的一种 那么古胺酸辣只是它结合辣以后 它的稳定性更好 更容易保存 所以呢 我们把古胺酸和辣结合起来以后 作为一个调味品 那么这个成分呢实际上有两大类的方法可以得到 一部分直接从食物里面提起 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从玉米里面提起 也可以从淀粉里面提起 那么这个东西是可以得到的 还有一部分呢是通过化学合成 那么合成这一部分呢 可能通过石油的产品 也可以得到古胺酸辣这个东西 从这种定义上来说 味精都是天然产物 而且资料显示 从1907年 日本研究员发现 从海带汤蒸发之后留下的古胺酸辣 并将它命名为味之素 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味精 而时至今日 味精使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关于味精的安全 始终被人质疑 那么从安全性来说的话 古胺酸辣实际上来说 是我们食物里面本身存在的 看来味精是一种可以安全食用的调味劑 什么脱法 什么变蠢 这种说法都是谣言 味精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在煮菜的时候 添加味精又有什么禁忌呢 有人说 味精不可以高温煮 因为会产生致癌的物质 听起来好像很严重 我们立刻来调查清楚 在网络搜索 味精禁忌类似的关键词 我们可以发现 这样的贴是层出不窮的 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这三大禁忌 第一 微精高温加热会产生二致癌的焦谷氨酸辣 不可以高温烹饪微精 第二 加醋的菜不可以加微精 第三 可乐加微精的菜不可以一起吃 否则会令人神经兴奋 就好像吃了蠢药一样 那到底这些所谓的禁忌是否真的呢 微精在高温之下 是否真的会产生有害害质呢 现在我就将这两包微精 拿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 进入四分点分 检测机构 检测结果显示 在微精加热到200度的时候 检测完发现 小部分极供氨酸辣 变成了一种叫做焦谷氨酸辣的物质 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次男物? 专家告诉我们 根据医学相关研究 长期实用大剂量含有焦谷氨酸辣的物质 会令到视网莫变薄 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烹饪当中 注意不要太早过量地检测 在高温的情况下可以分解改变 它可以产生其他的物质 这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所说的 这只是一个使用方法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做汤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在最后这个过程之中 采放微精 可以避免这种物质的产生 其实我们日常烹饪所用的味精 它在高温下的确会生成一部分 二致癌的焦谷氨酸辣 但是加以一个冲突 有了顶多只有0.6%的味精生成焦谷氨酸辣 这样的量对人体产生的影响 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各位不用太恐慌的 不过味精最好是等菜煮好 熄火之后即时加入 这样既可以更好地保持味精的鲜味 亦都不会产生致癌物 味精在高温之下 是会产生一种叫做焦谷氨酸辣的有害物质 但量是很少的 只要大家按照正确的方法使用 经过了人体新陳代謝之后 对我们身体是不会有伤害的 第一条传言就已经破除了 而第二条传言 味精和食醋不可以一起使用 又是不是真的了? 放醋的菜不可以加味精 调查员在不少的美食网站 都发现类似的贴 上面就说 对酸性强的菜是不宜加味精的 因为味精在酸性环境不宜溶解 酸性越大 溶解度就越低 鲜味效果也越差 这个禁忌是不是合理的呢? 调查员琪琪准备做个无意实验 首先我们准备了一包味精 一支白醋 以及一支醋酸 调查员用味精 调配了一杯饱和溶液 所谓的饱和溶液 当然是要这个味精充分溶解 才叫为止饱和 然后分别倒入两个小小杯那里 调查员往两杯味精 饱和溶液分别倒入了高浓度的 醋酸和白醋 静置了5分钟 我们发现加入醋酸的味精 明显发生了变化 5分钟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两杯液体有什么变化 我们先看看 这个锅锅就加入了醋酸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液体的颜色 已经变成了奶白色 而且烧杯的内壁 已经出现了整圈的粉状的东西 它这个液体已经开始分层了 上面这一部分就是水 下面这一大部分就是沉淀合味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杯 加入了白醋的液体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的 只是看到中间的这一部分 有少少的沉淀物 醋酸加味精生成了沉淀物 那这是什么来呢? 专家告诉我们 醋酸和味精 确实会产生化学反应 生成不溶于水的谷氨酸 但是这个在醋酸浓度大的时候 你看看这个普通的白醋 是不会出现这种沉淀物的 那么防醋的菜 到底可不可以加味精呢? 实际上来说 酸性和果然酸辣 实际上是不合的一种口味 就是说很多东西 觉得它的鲜味不够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添加一片味精 但是酸味的东西 它跟果然酸提供的鲜味 是完完全全是不相配的 加醋这个过程之中 那么你再加果然酸 也就是说再加味精 实际上完完全全体现不出 味精的优势 所以我们是说 建议正常的使用方法 只要你加醋的时候 我们不建议加果然酸 专家告诉我们 其实除了酸性强的菜 不适合加味精之外 一个简性强的菜 都是不适合加味精的 那么简性的时候的话 它可以使果然酸辣分解 那么在简性食物很高的情况下 一个它的鲜味提现不出来 第二个简性的环境上 果然酸辣是可以分解 它可以让果然酸辣的 本身的结构改变 而达不到调味的作用 所以在酸碱的情况下 我们都不建议再加味精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味精在简性食品中 其谷和酸辣 同样都会失去鲜味 因此 味精是适合放在 不明显成酸、简性的食物当中 同时放味精 还要注意 菜牛的咸度 如果太咸 鹽里面的辣尼紫 就染色了酸辣 吃不出鲜味 如果太淡 味精的鲜味 又会出不到来 在这里提醒大家 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酸性又或者简性太强的菜 就不要再加味精 因为这样的话 很可能会令到 菜里面的鲜味效果 会变得更加差 好了 食醋不可以和味精混在一起 的传言 就已经被我们否定了 剩下的这个传言 味尖加可乐 就会变成神经的兴奋剂 这种说法又有没有依据呢 可乐加味精会变成兴奋剂 这个新闻早一网络流传 消息说 可乐加入味精 会具有迷茫作用 可能会变成类似FM2 也就是俗称的冲阳 那难道这几块的可乐和味精 真的会有神奇效果 为此我们邀请了两位志愿者 来到医院实验调查清楚 首先两位志愿者 实验之前测试了心电图 现在的心跳跟平时是一样的 没有太大体肤 我现在心跳很平静 没什么感觉 从检测结果来看 志愿者的血压和心率 都是正常直范围 然后两位志愿者分别喝了 添加大量味精的可乐和白滚水 喝完之后有一种心方方的感觉 然后心跳就有少少加速 然后真的很难用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了 我们一号志愿者 刚刚喝了可乐加味精 就觉得心跳加速 而另一位志愿者呢? 一先喝它 开水加味精 感觉很好味 好甜 哇 味精加水都好喝的 这个志愿者真是好胃口 除了觉得好味道之外 这个志愿者的感觉都是正常的 现在就等他们喝喝料吸收一下 那段时间再进行观察 感觉就和刚刚比起来 心跳就快了一点 就是现在感觉 心跳也有点比较快一点 喝了味精饮料十分钟之后 两位志愿者表示 觉得有点心方心跳加速 难道这个味精可乐真是神经兴奋剂? 调查清楚可乐加味精 到底会不会成为神经兴奋剂? 两位志愿者分别喝了大量 添加味精的可乐和白滚水 经过二十分钟的消化 两位志愿者 并没有产生传说中的神经兴奋感觉 那么这个可乐加味精 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我们还是看看专业的检测结果 这个是喝之前的时间 就刚上上去买多久 你记得 这个大概是喝的时候 就喝了可能一分钟左右吧 这个的话就是喝过以后的 几个人的食物 如果它这个快一些的话 那它这个距离就会更短 就是这两个波峰的这个距离 它会更短 那么就是说它现在像这个的话 它这个应该是差得多的 调脑面药 差别不是很大 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因为人的正常心率 也是波动在60到100次 这样一个范围之内的 它这个心率的话 喝之前和喝了以后 包括喝了以后的10分钟 这三个时间段 我对比的话 我现在又看出有什么 动态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明这个 对这个心率的影响是不存在的 从两位志愿者的心殿堂来看 在未饮饮料之前的10分钟 以及饮完饮料的10分钟 20分钟 这三个时间段 他们的心率基本是没有变化的 营养医生告诉我们 可乐和尾精 并不会发生任何的发落反应 这两个物质实际上来说 并没有直接的反应 如果是你添加味精的量比较高 那么它会感觉跟盐的摄入量高 是同样的感觉 你会觉得容易口干 或者是人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平静 它可能有这种反应存在 那么可乐它本身就有兴奋的一个作用 它即使没有跟胃精产生反应 它也有咖啡因的作用 也有形成一个兴奋状态 所以这两个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可能这种口口的感觉 和我们的兴奋的作用叠加起来 让一个人的感觉 会出现一个特别的症状 那么也许有可能 但是我们所说的 这两个不是一个直接的生物反应 也不是一个直接的化学反应 这个意思 看来这个可乐加味精 并没有神奇的效果 正常人吃味精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都不要吃太多 我们所说的不安酸辣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胃精 它含有的辣 实际上跟食盐里面的辣 在我们身体里面是起到同一种效用 对于高血压的病人 或者是说有些肾脏疾病的病人 它要限制食盐同时的情况下 也要限制胃精 虽然是它两个化学成分不一样 但是它最终含有的辣 这个成分在身体里面 对我们的起到的作用 是同等的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 味精本身是安全的 但是一致性 都不能下太多 还有就是如果家里有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小朋友的 就不要给它吃了 调查完味精的安全问题之后 我们再来谈一下 厨房另一样很重要的物品 就是砧板 我们每日切菜 剁肉都要用到砧板 用完之后 都只不过是用自留水 冲客就放在一边 谁知道清洁不到位 砧板竟然成为了细菌的根据地 砧板是厨房里面一种必不可笑的工具 菜 肉 水果 这个大部分的食物都要经过它第一步处理 也正因为如此 砧板成为了最容易藏污立救的地方 为了调查清楚 这个砧板到底有多少细菌 调查完准备到居民家里 找两块砧板进行取样检测 首先我们来到了热心观众 王小姐的家 王小姐父母是比较省健的人 所以在四年前 买了一块木砧板之后 就一直没有换过 但是王小姐非常担心 这块砧板的细菌问题 所以委托我们节目进行检测 从表面上看 这块砧板真是力经瘡瘡 带着这块砧板 随后调查于马不停提 来到另一间街坊那里 这位街坊家里的砧板 用的时间比较短 才是两年多 不过两位居民都说 家里的砧板 无论是切生意 就是熟的 都是用它的 每次用完之后 都是简单地用洗洁精清洗一下 沖一沖 那你们平常是怎么清洁它的 就是用洗洁精洗一下 基本上就是清水沖一下 偶尔就是开水烫一烫 那它上面到底有多少细菌呢 调查员带着两块砧板 迷到了主研的检测机构 进行检测 现在我搜寻了 这两个砧板 全身都仍然有贡献出来 这个圆的砧板 就用了四五年了 这也是用了两三年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块圆的砧板 一眼看下去 就觉得它很久 已经用了很久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中间这里已经爆裂了 而这个检测机构的检测机构 看起来就比较干净 暗的天边的地方 这里比较滑的态 那我现在就带着这个检测机构 来到千万岁的检测机构 四个检测机构 你好 一天之后检测结果出来了 结果显示 两块砧板上面 都有上千的制菌 其中这个用了两年的砧板 菌落总数是高达三千七八个 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红点 这个砧板你还敢不敢用呢 因为菜板的环境是非常潮湿的 那么我们在不管是切菜 还是切肉的情况下 它都是一个很潮湿的情况存在 那么我们使用过程之中 肯定会带来的水分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会容易造成稀井的增长 我们作为夜市潮湿的环境 稀井的增长就越活跃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变成我们的砧板保存就很困难 哇 砧板上面的细菌 真的好多人怕 哇 搞到我鸡皮都起了 可能有观众就会说了 我家的砧板每天都会用清水洗 用洗洁精洗的 甚至还会用滚水洗 这样还会有细菌 但是我想问问各位街坊 你确定你的清洁方法 真是对的 水洗然后再热水再烫一片 全都搁起来的水 用完了再泡一下开水 再淋水一下 挂起来就晒根 我们就用刀刮一下 我们每天晚上用完之后 放在用那个水盆 下点盐水 浸一下早上拿起来 用那个钢丝球 每次用过都擦 主要是把洗净洗干净以后 泡一泡 晒晒晒 通过随机检查 我们发现大部分街坊 对砧板清洗都非常随意 只会用清水 滚水 进行表面的清洁 难怪这块砧板成为了 细菌根据地 那我们应该如何清洗砧板 才可以隔除细菌呢 从网络搜索 我们发现网友提供 可以做砧板上的细菌 而且还可以开除砧板上的盐味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是 食盐和生姜 不单是厨房的好帮手 居民还是晒菌的神器 那究竟是不是 我们立即做一个测试 首先我会拿生姜 在原砧板上 来回拆五分钟 我在拆的同时 我就闻到很大股生姜的味道 一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闻到砧板的一些 肉酥的味道 那现在基本上是闻不到的了 特别是中间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平时 切菜剁肉的时候 都会用到中间这个部分 所以中间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很深的一条痕 那我想应该 细菌应该是很多的 真的要用力搓 好 五分钟的时间到了 那我现在就先把 鱼的砧板洗进去 调查员用生姜用力 捉了五分钟之后 对砧板进行了冲洗 因为细菌在潮湿环的一面 特别容易繁殖 所以调查员 迅速令到实验助手 送砧板去检测园 那里进行检测 然后再次进行第二个实验 我现在就会用这个实验 铺在这一块 长方形的砧板上面 其他实验 也就是用实验去浸 它是砧板的 调查员将实验 覆蓋在湿润的砧板上面 静置了十分钟 对砧板进行了全面的冲洗之后 亦都要实验助手 将砧板送去细菌检测 一天之后 我们等来了检测结果 检测检测 1号砧板的菌落总数 减少了百分之九十 而2号砧板经过实验 拆洗之后 菌落总数反而高了几倍 这个实验不单止不可以拆菌 反而是培养细菌 那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专家告诉我们 我们操作的方法出现了失忍 刚才调查员将整块砧板浸泡湿润 并且用食盐覆蓋 因为细菌是喜欢细菌的 这个刚好成为了一个良好的 蜜蜂细菌培养命 所以用食盐消毒的时候 最好都是跟生姜一样 稍微尖湿之后 用擦拭的方法才可以消毒细菌 不管是用开水 还是用其他的方法洗洁精 来清洗的菜板 那么在清洗过程之中 可能续紧没有了 但是我刚才说的 一定要把它竖起来 或者是挂起来 让它在通风的情况下保存 那么改变这个细菌 可能生长的环境 让它保持这个环境干燥 这样才可能保证 我们的砧板会变得比较干净 近一些 太阳塞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所说的一点 你不可能天天 把菜板拎到外面去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是说 把它竖起来以后 尽量保持它两边比较干爽 放在通风的位置 那么这种情况下 减少时间的生长 专家告诉我们 砧板要远离细菌 第一 越勤清洗 使用之前 用滚水冲洗一次 就可以高温杀菌了 每次使用之后 可以采用清洁剂冲洗 清洁后迅速拆干 或者放在通风自然晾干 第二 定期杀菌消毒 每次切完松之后 刮干净砧板上的残渣 平时多点晒太阳 紫外才可以杀菌的 第三 30分开切 另外刀具抹布等都要清洗干净 避免细菌交叉传播 第四 常根真 最好养生 就换一次 使用不要超过五年 砧板的安全问题一定要重视 因为我们平时食用的菜 都会在上面分一会儿才下锅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要选一个好的砧板 同时还要定时清洁和消毒 这样的话 砧板上的细菌 才不会成群结对 进入我们的肚 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以上就是今期生活调查团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